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鐵生鏽以後 質量會變大 這是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鐵跟氧化合以後 然後增加了氧的質量 所以這個氧化鐵的質量 比原來鐵的質量要大 鐵氧化以後的話 應該是變成三氧化合鐵 三氧化合鐵 歐水 這應該是 2m1 這是多少 這是二分之三 所以質量會變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鐵的話 它加進了一些氧 因為它與氧化合的關係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